3月11日,香港將會進行立法會補選 目前拉票進入最關鍵的時刻 3月9日,北京參加全國兩會的全國人大代表譚耀宗表示 即將開展的立法會議員補選非常重要 呼籲市民積極投票,令社會回歸理成 說出來完全離譜,侮辱國家和民族 因而人大常委則釋法 法院作為裁決,DQ了六人 這六人來說,過去一段日子在立法會表現 都是不斷拉布,不斷阻礙了立法會的工作 阻礙了香港社會的發展 所以這些人如果繼續留在立法會 真的對立法會沒有好處 只是妨礙了社會的發展,虛耗了我們的資源 我都希望這次補選已經浪費了很多工堂 有三億多,如果再選他們類似這些人 我都覺得我自己很不願意見到 我都希望市民大眾都特別留意 有時補選的時候,大家可能不積極去投票 但如果你希望我們的社會回歸理性 希望立法會真的做事不是搞事的話 我都希望大家真的要出來投票 如果不然又產生一些,好像過去這班人這樣 我覺得真的很多人不想見到立法會這樣的情況 繼續出現 雖然近期似乎好像有些收斂以為解決了 但不是的,如果他們又再回來的話 其實情況之後業力也嚴重